感謝你們 有你們真好 今天是我們的 國際護理師節 對護理師員們說一句 您辛苦了 護理人員都勇於擔當 用生命守護台灣 捍衛民眾的健康 各種責任與實力的 令人感動 今年因為疫情 沒有辦法 擴大來慶祀 但是今年卻是 我們護理師人員 最辛苦 也為我們市民守護健康 最重要的第一線保護英雄 曾經 有周遭的朋友問我 心不辛苦 我的答案是 的確辛苦 但是我的心不不 我們的護理好人 你們真的很為難 你們所說的 無失如我 無畏的戰 我們才會輪到健康 那是你們的熱情 那是你們用生命 換來的感動 讓人家的感動 變成你不斷計劃我們前走的力量 也帶著我們台灣 帶著我們國家 能夠在全球地利不老 讓大家被看見 也就是你們 醫護人員在訪疫新土株 努力奔波之餘 可以不用再擔心傷痛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一起守護 大家的健康 我們真的是看到他們的細心 愛心的關係 讓我們深受感動 由你們才能夠守住 所有的民眾的健康安全 很感恩 防疫還沒過 原來要往前走 共同努力 鎖好一切 最近發洩入少 不少會棄口罩 造成環境問題 如何正確地丟口罩 就有條件 首先 取下口罩 一般民眾 口罩壞的病徑比較多 要由內向外折 拿到折好用耳掛盆好 丟到有盖子的一般垃圾桶 那有呼吸到症状的朋友 要用塑膠袋包好再丟 丟完后记得回照洗手 口罩卖碗打 做好防疫 一起保护我们的环境哦